台北大直直辅工 連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都固定參拜 4號下午 副總統賴清德 特地前往宮廟接扁 富佑黎術四字 希望在國際情勢動蕩之際 替台灣起伏 賴清德致詞 不忘提醒防疫不能鬆懈 不過小英去年親自參拜 今年改由副總統戴維 接扁是否有交棒意味 備受關注 因為最新民調顯示 賴清德若代表民進黨參戰 二零二四獲得最多支持 被問到二零二四 賴清德沒有回應 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若是藍綠PK 賴清德以百分之四十一 勝過侯友宜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一 若是柯文哲參戰 賴清德仍以百分之三十七點二 勝過侯友宜的百分之二十八 差距拉大到百分之九點二 柯文哲拉較多 藍贏選票 就連十大政治領袖排行 賴清德都勝過侯友宜 以百分之七十六的看好度排第一 侯友宜掉到第二名 柯文哲名列第三 去年公投後 賴清德聲勢高漲 一月底出訪更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 也讓他的看好度持續攀升 連二零二四民調都力壓群雄 三立新聞 李維廷 文文宣 台北報導